晚南事变后 新子军经过艰苦奋斗 在浙东四名快级三北级浦东四个地区 创立了总面积达两万平方公里的浙东抗日根据地 使新子军坚持敌后抗战站稳了脚跟 1941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担任江南区党委书记的谭振林 立即组织浦东工委的武装力量 分批向浙东敌后挺进 迅速开辟了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2年10月到12月 浙东抗日武装先后粉碎了日军对三北地区的残酷扫荡 不仅发展了浦东原有阵地 而且开辟了四名快级新销三块新根据地 至此以四名山围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1943年底浙东抗日游击武装 变为新子军浙东游击纵队 经过近两年与日伪军的战斗 遏制了日军对根据地的残食 1944年1月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后 浙东抗日根据地划分为四个行政区 辖14个县政权 新子军浙东纵队从建立到抗战胜利的几年中 依托根据地经历大小战斗643次 避伤日伪军9000余人 使根据地得到逐步巩固和发展 由于将军浙东抗战胜利的几年 军浙东撑 两边的几年 军筑浙东击 军浙东击 军浙东击